第358章 死神小队 死神小队是除了慕容卫之外,慕容家另外一支强大的力量,一般来说,他们是不会轻易出现的。 慕容家能在南方屹立不到,一半的程度上就是因为死神小队的存在,死神小队具体人数外界没有人知道,不过从没有人敢怀疑死神小队的恐怖。 当年,死神小队在南方地下世界闯出赫赫凶名,斩杀了不知多少高手,让敌人闻风丧胆,从而成就了慕容家武林盟主的地位。 夜寒看着出现在这一层那八个眼神凶利的男子,这些身穿黑色的夜行衣,眼神冷酷如冰,脸上的肌肉十分僵硬,仿佛他们的脸上除了这种表情之外,连笑都不会。 不过这群人确实很强大,其中还有一名小人都知境的高手,另外七人也处于打通了任脉的境界,这七人联合在一起,绝对相当于一个小人都高手。 这样一算,慕容天都那边就有两个小人都知境高手,再加上战刀这个强悍的杀手神话。 战刀一人,只怕就可以挡下傻奔他们三个人,而死神小队就可以趁着这个机会轻轻松松地杀了夜寒。 为了对付夜寒,慕容天都确实做足了准备夜寒身边有什么高手,他已经算得一清二楚,今天就算再加上赵恒天,他也有把握把夜寒干掉。 所以,这就是他有恃无恐的原因,夜寒自己找上门来,正合他的心意。 死神小队的出现,使得这一层的气息完全变了,充斥着恐怖的杀意和煞气,傻奔他们三人的身上也是煞气弥漫,随时都可以出手一言不发的战刀,此刻也将目光放在了傻奔他们三人身上。 杀戮场面,一触即发。在这种情况之下,夜寒笑了,笑得慕容天都不知所以,笑得他心中十分的愤怒,夜寒,这是在赤裸裸地藐视他。 夜寒,笑吧,尽情地笑吧,过了今天,你就再也笑不出来了。 慕容天都的脸上阴云不满,眼神森冷,随后他慢慢地退了出去,亲自对付夜寒,他自然不会去做。 因为他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夜寒的对手。 在慕容天都退去之际,死神小队骑步上前,和战刀站在一起,目光冷酷地将夜寒他们给盯着,杀意森然,夜寒缓缓地站了起来。 他看着战刀说道,战刀,你认为今天你们有多少把握可以留下我? 闻言,战刀的目光紧紧地注视着夜寒,虽然眼前这个年轻人被北方的纳兰灭天踩下,成为南北地下世界的笑柄,不过他从不会小看夜寒,这个年轻人的潜力是无限的。 战刀沉默,他没有回答夜寒这话,不过他身上的战意和杀意却是越来越浓。 看来,你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啊。 夜寒淡淡一笑,旋即他的眼神冷冽了起来,既然你们都想趁着我被天下人笑话的时候来踩我一脚,那么,今天你慕容天都,就是我来到江浙后第一个要杀的人。 杀。 杀子一出,傻奔,孙不灭,周烈三人都动手了,他们三人同一时间攻击向了战刀,这个杀手神话十分厉害, 他们三人都没有十足的把握,可以留下战刀,至于死神小队,自然是留给夜寒,以夜寒的实力,未必对付不了死神小队。 战刀和傻奔三人交手,死神小队的目光冷漠地注视着夜寒,刹那间,一双双可怕的拳头居然朝着夜寒轰击了过去,漫天的拳影将夜寒给笼罩,那种攻击,犹如牵手如来一般,密集如雨,恐怖害人。 这个赶和慕容家少主叫板的男人,他们是要将其斩杀。 在死神小队攻击过来的那一刻,夜寒也出手了,龙林笔化作一道寒光横扫四方,刀气纵横,可怕的锋锐力量顷刻间爆发出来。 随即,只见已经接近夜寒的几名死神小队瞬息间被斩杀,他们连夜寒的一刀都抵挡不下来。 见到这里,八名死神小队中那名小任督之境的高手低吼一声,属于小任督之境的爆炸力量猛然释放,厚重如山般气息的拳头已然接触到了夜寒的身体。 哼,夜寒的身体硬生生地承受了这一拳,不过他的身体只后退了两步,随后,他再度出刀,朝着那名小任督之境的高手轰杀了过去。 周遭那些对他出拳的死神小队成员纷纷挡不住他手上那锋利的短刃,断手以及鲜血洒了一地。 见到这里,慕容天督的脸上闪过一抹骇然之色,八名死神小队,这其中还有一名小任督之境的高手。 他们联合起来相当于两名小任督高手,但是,竟然不能给夜寒造成危险,反而被夜寒一个接着一个地斩杀掉。 小任督之境 慕容天督一脸骇然,夜寒,他绝对打通了督脉,成为了小任督之境的高手。 想到这里,慕容天都愤怒极度的同时,他的心也胆寒了起来,他千算万算,竟然没有算到夜寒已经打通了督脉,而且战斗力是如此的恐怖,八名死神小队都挡不住他。 死 一道恐怖的刀光居然间洒落下来,那纵横的刀器犹如激光剑一样尽情地收割了死神小队的性命。 眼下,除了那名小任督之境的高手,还能继续和夜寒战斗之外,其余的七名死神小队成员已经回归了死神的怀抱。 不过,没有其他七名死神小队成员的协助,剩下这名小任督之境高手自然是更加挡不住夜寒的,两人交手还不到一分钟,这人也死在了夜寒的刀下。 自此,慕容天都带来的死神小队全军覆没。来得突然,死得也突然。 死神小队确实很厉害,在地下世界拥有如此强大战队的势力,只怕也唯有慕容家这个南方武林盟主了。 不过和夜寒的天龙位比起来,死神小队还差得远。 看着那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尸体,再接触到夜寒看过来的目光,这一刻,慕容天都有种被死神盯上的感觉,使得他全身都在僵硬了起来。 在夜寒的手上,他竟然再一次惨败了。 慕容天都,现在你还有什么依仗? 夜寒一步步地接近慕容天都,眼中杀意滔天,就算全灭了死神小队,他憋在心中的愤怒也依旧没有完全释放干净。 来江浙,他要痛痛快快地释放一番,杀人就是最好的释放。 慕容天都敢把手在他愤怒的时候伸过来,他就敢把他的头砍下来。